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习时间大概是15分钟 这个练习是取自佛教徒的欢喜心修词 就是充满感激的喜悦之意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因为带有利他关怀之心而产生的快乐 当你锻炼你的心智头脑 让它时时处于欢喜中 你就会得到许多利益 你会感觉生命充满喜乐 生活当中更容易看见快乐的事物 并且训练你的头脑把快乐当成一种重要经验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全身放松 呼吸 吸气时 感谢它带给你生命 吐气时 放掉头脑和身体上所有的紧张 第二步 回想一下你最近生活中有过的一次快乐经验 可能是某件小事情 比如你见到一位朋友 观看落日美景 或者就只是晚上躺在床上就觉得很快乐 当这个经验浮现 让自己完全去感受那种满足 第三步 带着意念 用一些短语来培养你的感恩之心 头脑持续回想那个快乐经验 同时默念以下短语 愿我永保喜乐之心 愿我喜悦日日增长 愿我真实感到喜乐 愿我感恩生命中的喜悦 第四步 假如你的感受比较接近一种满足或轻松自在感 可以改用一些能让你产生共鸣的短语 只有你才知道自己的经验感受 对自己保持真实 第五步 开始回想你生活中有某个人 他最近刚刚经历一件快乐的事 让这个人的影像在你脑中浮现 观想他正在对你微笑 第七步 像刚刚那样 对这个人说出感谢的话 让自己因为他们的喜悦而感到欢喜 你可以用一下这些短语 祝你永保喜乐之心 祝你喜乐日日增长 愿我真实感受你的喜乐 我为你感到快乐 第八步 当头脑开始走神 就还是回到短语上 你也可以回来观想这个人脸上 因为喜悦而散发微笑 然后重新对他说出感谢的话 这样练习持续五分钟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你感恩喜欢的 感恩您和我的视频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